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拿着一个长长的做杆 去挑战这个树上的 干什么 树上结了好多果子 勾不到 用这个长长的棍子 或者是做杆 去把它敲了打下来 关于这个梅这个字 它有好多生意 它保汉的意思也比较多 古代的一些文字学家 它也做了好多解释 所以观点 不不想通 有的人问是什么呢 拿着这个棒去挑战 或者是作为种工具 就制作其他的器物 就打劲 它也可以作为两次 一枚新攻杂 五目大招 都可以作为两次的舍 另外一个呢 在古代的世界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用它 这个没来是得被 比较薄薄的摸片 或者是作片 在古代新军打仗人士 为了使这个军队 不在新军人士给喧化 不让士兵讲话 每个士兵的嘴里面 它都含有一篇作品 或者是木片 不让士兵讲话 这就是所谓 先莫切心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呢 我把这个字 不同文具的写法 那已经是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教会文里面呢 它基本上它这样子写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款 一根苍苍的杆子 这呢是一个手 抓了一个苍苍的杆子 这儿一棵树 所以这个杆子 拿这个苍苍的杆子 瞧大树 树上有果子嘛 第二款呢 它现在这样 这就是一个柱 这是个手 拿着一个工具 对着这个树去挑 第三款呢 它写的这样 这个树啊 它写的这样 你看 手上拿着一个工具 这是个工具 这是个手 拿着这个工具 对着这个树 去敲 敲打这个树 这个字 在井门里面 到某清为止 感觉我手上的现有的资料 我只找到一款 它这样写 这一款 是做着早期的蚊子 看上去呢 手里面 好像拉着一个大的骨头 对着这个树 去砍上去 小树的写法呢 它就把这个字 就改成 拇刺扁吧 加一个铺 这是小树 这个铺 这个就是啊 拿这个东西 巧达 所以在栗树里面呢 它就写成这样的一个形 在超圈背里面 这个字 就写成这样 所以开树里面 它就是由 绿树 引变过来的 因为梅 不同的事情 解释这样的 不一样 而且梅的这个字啊 它有好多的功用 所以它的解释 就是独中独一样的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见